好,大家好,我是Yvonne,目前位于美国的洛杉矶,那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全球创业事业说明会啊,那我想现在呢,我在线上看到来自全世界这个几百位的朋友啊,有来自亚洲,有来自美洲,也有澳洲,甚至有欧洲的朋友,那首先先欢迎大家,那今天的说明会呢,是长期的, 差不多30分钟,那我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创业的平台啊,那我想呢,在全世界每几年呢,都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趋势,都让很多人呢,抓住了这个趋势的朋友,能够得到这个啊,真正财富的自由啊,那我想呢,在当今啊,21世纪,什么是当今最热门的平台呢? 我想在传统行业啊,很多朋友都想要自己当老板,那在传统的环境呢,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啊,梦想成真,第一个呢,你可以自己投资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以及要自己摸索来当老板,那这容不容易呢? 啊,当然不太容易啊,你自己要这个,靠自己的时间经验,不断的去这个摸索,那也许等到这个几年后啊,了解状况了以后呢,整个大经济的环境又得到了改变。 所以呢,其实在传统行业来当老板是越来越有挑战性啊,那第二个想要当老板的方法呢,你可以选择现在在市面上非常有名气的这个店面啊,那像这个7-11,像麦当劳,像这个Subway,像肯德基等等啊,这都是这个啊,一些加盟开店的例子。 但是呢,你要加盟开店,首先呢,你要付一本一笔很大的一个这个加盟的这个资金啊,所以呢,也不是任何朋友,想要创业的人呢,都能够符合这个资格。 那我想在当今啊,不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产业啊,如果你想要成功,一定要有两个必要的关键,那什么是第一个必要的关键呢? 就是你一定要掌握住时机的平台,什么是时机的平台?就是当今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事物,如果你的生意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话呢,当然你比别人成功的几率会高很多。 那第二个更重要的关键是,很多人一直看着这个趋势在你眼前过,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有正确的方法抓住这个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有成功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来教你,让你能够抓住现在最重要的趋势,帮你制造财富。 所以你要成功的话,这个两个关键呢,缺一不可。 那什么是当今最热门的平台呢?就是美商杰斯Genest Global。 那美商杰斯呢,他掌握现在市场上非常热的一个需求,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你是什么样的城市啊,都完全符合第一个,现在大家都想要追求变年轻,变健康,也就是抗衰老的一个生物科技啊,我想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很多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保健的概念。 还有这些这个医美啊,医疗美容,我想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 那第二个呢,也是任何人不论年纪啊,不论背景,大家都想要怎么样,努力之后得到真正的财富经济上的自由。 什么叫做财富经济上的自由? 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和什么人做,我想呢,你都有这个自由,没有压力啊,能够尽情的你享受你的生命啊,生活。 那我想呢,首先跟大家介绍美商杰斯的创办人Wendy Lewis和Ray D. Ray, 他们在全球通路管理系统呢,有将近20多年的专业的经验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着成功人士一起来运作生意呢,我们不要花20年的时间去学习,我们直接就可以怎么样,直接借力这些创办人的这个成功的经验,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意上。 那美商杰斯呢,自2009年成立以来,现在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而且也有20多个海外分公司,也就是这个公司呢,现在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是怎么样,是有非常潜力的啊,那美商杰斯的这个商业模式,不是推销,不是销售啊,它真正的含义,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交互式网购,什么叫做交互式网购? 它可不是只是纯粹的在网上卖点东西啊,那我想呢,当今每一个朋友现在互联网跟我们已经生活息息相关了啊,我们常常在网上消费,可是呢,往往不知道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为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那美商杰斯的交互式网购呢,就是为现代的人们,不论你是消费者,或者你是经营者,都可以帮你提供怎么样,可以直接就怎么样, 让你抓住其实能够创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美商杰斯的优势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领先的生物科技,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借着我们的创办人的全球通路的经验,我们能够拥有全球性的通路平台,什么叫做全球性的通路平台? 我想很简单一个概念,你想要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钱,还是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可以把怎么样,把你全世界的利润都带到你的营运的规模里面,我想呢这个道理是非常的这个容易了解啊,那我们来看看呢,美商杰斯最著名的医疗团队呢,来为杰斯的产品做认证做代言,首先第一位医生叫做Dr. Nathan Newman, 他是一个全球知名的纽曼博士,那他本身呢就在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很有名的这个比伯利三庄哦,是一个这个医疗整形的这个医学博士,那更重要的呢,他在这个未来的医学成人干细胞adust themselves的领域呢,他是一个得到非常崇高的一个推崇的这个地位,那他本身呢也在很多美国的医疗界,还有就是这个这个媒体呢,其实常常接受访问或者发表他的论文哦, 所以呢,由这样子一个啊,著名的医生来为杰斯研发产品哦,其实是对杰斯产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那第二位最著名的医疗这个博士的代表呢,就是Dr. Vincent Giapapa,那他本身呢,不只是全世界哦,的抗衰老医生的这个算是拿到执照的第一人呢,他本身在抗衰老也有也有超过十几本的这个著作,那他自己本身呢也是美国的, 最有名的这个渔航局哦,NASA是一个医疗顾问,所以呢我想呢能够请到这样子的一个重量级的医生呢,来为杰斯研发产品哦,我想呢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可跟保障,那杰斯在抗衰老领域哦,所讲究的是细胞优化系统,他跟市面上的瓶瓶罐罐颗粒哦,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讲究的是一个内外,都达到一个平衡,而且能够让我们自己怎么样,细胞能够再生延缓老化 我想呢,这个细胞优化系统哦,对于健康的朋友,对亚健康的朋友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杰斯由外到内的这个保养品的系列哦 他最大的这个区分呢,跟市场的产品呢,就是他拥有未来医学成人干细胞技术所研发出来的产品哦 他能够换行我们的肌肤的活性呢,达到组织再生跟修复的这个作用哦 那举例来说呢,我们最助代表的这个精华液呢,拥有超过248个以上的成长因子 什么是成长因子呢,它就是细胞跟细胞之间需要沟通的语言哦 那当你往脸上抹的这个成人干细胞技术的这个精华液呢 它能够直接到达你皮肤的底层是怎么样 让你能够马上分泌怎么样,分泌更新的一个细胞或者是胶原蛋白 所以呢,产品对每一个朋友都有帮助 因为你不是借着外界的化学的成分来帮助你 而是借由你自己本身细胞再生来帮助你哦 那我们来看看几张照片 那这位女士呢,在使用我们的精华液19天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明显左跟右啊,使用前使用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不止眼睛的细纹呢,减少了 而且因为胶原蛋白的再生哦 这个皮肤变成饱满 我想呢,就算你在外面用这个拉皮手术有一些侵略性的手法 我想都不可能做得那么的漂亮啊 所以呢,杰斯的产品就是在一个非常安全 非常这个有效的情况之下呢 帮大家能够恢复年轻啊 那我想第二张照片呢,这位女士啊 她非常的勇敢 因为呢,她在这个杰斯刚推出产品这个的时候呢 她用她自己的脸来当实验啊 她把这个自己的脸呢,这样子使用一半的脸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你右边的这个照片呢 她的这个左半边的脸啊,在使用十周以后 不仅呢,这个笑纹,这个老虎纹明显的减少 还有眼带也变小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她皮肤的这个弧度啊 这个contour 也因为这个细胞再生能够怎么样 变提升啊 所以呢,杰斯的这个精华液呢 是市面上怎么样 是拉皮是不需要动刀的啊 那呢,这另外一张这个照片呢 是正经这个医疗界的一张照片啊 那就是这个一位医生呢 在这位女士皮肤呢,放了一个这个Dermoscope 一个这个仪器啊 能够看到她皮肤的底层 那很明显的在使用我们的精华液呢 的这个啊,之后呢 她因为胶原蛋白再生哦 皮肤变成饱满 那反而没有使用呢 因为皮肤越来越薄哦 所以呢,你看到的是血管 所以因为这张照片呢 也震惊了很多这个医生哦 她说这个杰斯的产品真的就是怎么样 由外到内都能够怎么样 做完全的这个细胞的这个修复啊 那我想呢 那我想呢,这个老化其实是每年生日啊 一道自治是又增长了一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呢,在杰斯你自己可以来定义你的年纪 为什么呢 因为杰斯有另外一些这个由内到外的产品 能够让我们怎么样 修复我们的DNA,我们的基因来延缓老化 如果今天你有机会 让你的实际的面貌 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比你实际的年龄 年轻十岁以上 你说要不要 你说这个市场大不大 好,那最具代表的这个修复基因的这个细胞机制呢 就是配权精华Reserve啊 那我想这个配权精华呢 它是一小包一小袋很好喝的果汁 可是这可不是普通的果汁啊 那它最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白梨乳醇Reservoir 那白梨乳醇呢 现在这个医疗界也有很多的报道哦 它是天然的什么 天然的抗生素 天然的这个修复剂啊 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已经损坏的细胞 保护好的细胞啊 那杰斯的配权精华呢 最主要呢 除了白梨乳醇是主方 它也添加了很多天然的水果哦 像红石榴 像黑樱桃 像芦荟绿茶等等 那这些水果这些成分呢 都是你的医生 你的营养师 要你每天都饮用的 但是现代人我想很难一天能够饮用 三四种以上的这个水果啊 所以呢 这样杰斯的这个配权精华 是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这个需要啊 那另外呢 我们所啊 这个这个 呈现的是一个悬浮技术的这个液体 所以呢 让你这个入口呢 在嘴巴含一下呢 很快就可以借着淋巴细胞来吸收啊 所以呢 对身体是有完全的怎么样 完全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帮助啊 那我想呢 今天在杰斯 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很幸运 因为你今天就可以享受 未来的音学 我想每一个朋友呢 我们如果先把商机放一边的话 如果能够有一套很天然很安全的产品 能够让我们自己家人得到健康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啊 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投资 那既然杰斯有那么好的产品 你也看到了这个趋势 那你想要抓住这个趋势 你可不可以 可以的 因为呢 在这里你拥有成功的第二个关键 就是你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U.S.全球创富系统来带领你 来教你怎么样 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时代呢 为自己抓到另外一桶金啊 那我们的系统创办人呢 叫做Kim Huy 他是美籍的华人啊 那在美国住了将近30多年 那他自己呢 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领域呢 有20多年的经验 那他在网络营销界呢 事业呢 拓展到80几个国家啊 到现在呢 还保持这个业界的记录 那最重要的呢 我想很多大家在杂志 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名人 很多成功的人士啊 但是呢 不见得有这个机会怎么样 跟着这个成功人士学 但是呢 我们的Kim Huy呢 他愿意怎么样 他无愿意 把他过去20多年的经验 能够教导 教导任何有梦想 有创业 欲望的朋友们 这就是他为什么 要创办U.S.全球系统 希望能够为所有有梦想的朋友能够点灯照录啊 那我想呢 这个系统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这就是你事业 人生的导航仪哦 就像我们现在开车哦 如果车子有配备导航仪 大家一定会使用 为什么 因为导航仪已经有所有的资讯 能够指导你 在最短的距离 最少的时间呢 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 那同样的道理呢 那系统对我们生意上来讲呢 他能够提供给我们知识 提供给我们工具 提供我们讯息 不需要我们自己一个人怎么样 去摸索去寻找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像很多朋友呢 在这个事业上得到正面的能量 不只赚钱 而且是跟着怎么样 跟着系统一起来成长啊 我想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完美组合 那我想呢 对于任何想要创业的朋友哦 你都会同意 在一个平台 在一个趋势 又抓住一个最新的 跨时代科技的产物 我想任何朋友 你没有再有借口 说自己找不到创业的机会啊 那要怎么样开始你成功的钥匙呢 第一步你就是加盟网店 第二个就是选择自己最佳的套装 就是那么简单 其实创业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跨出第一步 相信自己 给自己一次机会啊 那我想加盟网店 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怎么样 立刻使用公司为你创造出来的 硬体跟软体 所以你一旦呢 在这个电脑上加入哦 在iPad 在智慧型手机很方便哦 那公司就会帮助你怎么样 制作出个人的网站 也有中文的哦 然后呢 你也会拥有这个个人独立的 这个美金的资金账户 因为公司是设在美国哦 所以所有一切的奖金 是用美金来计算哦 那最重要的是呢 你传统 创业当老板的麻烦 在杰斯 你不会遇到 因为呢 我们完全怎么样 完全依赖善用公司为我们所提供的所有的设施哦 所以任何一个朋友不管你有没有经验 你在杰斯都可以怎么样自己当老板 那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最佳的套装 那对于这些 想要这个让自己健康 让家人健康的朋友呢 那你做不做生意呢 如果不是现在对的时间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怎么样 一个体验套装 让自己马上就可以成为产品的受益者 那对于这些 已经闻到 这个钱的味道的朋友啊 你说杰斯这个才在这个 前几年有那么好的成绩是最有潜力的公司 那我要选择怎么样 我要选择商务套装能够立刻怎么样 立刻抓住趋势 那你就可以成为经营者哦 那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讲解哦 杰斯呢 有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全球商机 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在全世界有那么多专业的人士 甚至这个传统的老板行 都加入杰斯经销商会员的行列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平台 带有革命性的收入 什么是革命性的收入 我想传统的上班族的朋友或者老板 都只能有一种收入 就是你做事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有收入 可是你一旦停止 很抱歉 你的收入也跟着停止 但是你的收入停止 不代表你的花费 你的房屋贷款 你的保险 你所有的日常需要的支出都会因此停止 所以呢我想任何朋友 商班族的朋友 或者是这个当老板的朋友 我想呢 如果你今天愿意打开自己的思维 也许杰斯就是你一个最好的 我们英文叫做Plan B 就是一个很好的备胎 让你在传统行业 这个很不稳定的时期呢 你在另外一个最新的一个趋势 为自己开创一条最新的这个光明的道路 那杰斯有不同收入的来源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时间 来赚取收入 那我想呢 最简单的消费收入呢 就是这个当你的朋友 举例来说 在你的网站购买任何一样产品呢 那网上的价钱 零售价跟会员的价钱的差价呢 就是你的消费收入 那举例来说 一瓶这个精华液呢 他的这个消费收入是差不多50块钱美金左右 那我想呢 消费收入呢 其实在杰斯所有收入里面 占的是最小的一块 因为杰斯的营运方式 不是要你去推销产品啊 所以呢 这对大家是个好消息 那第二个推广收入呢 杰斯不打广告 不花钱请明星 杰斯把推广的预算怎么样 保留起来 给谁 给你跟我 如果我们愿意 跟朋友 分享我们的好体验 你遇到好事情 你当然很自然要告诉你的朋友 这时候呢 根据你的这个 你朋友所购买的套装 还有你在的所在地呢 你平均可以赚到美金25块钱到500美金的推广收入 所以呢 这对于想要兼职的朋友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金流 现金流 因为呢 这个推广收入 你不需要等 你不需要花时间去建立你的生意 你立刻就可以怎么样 跟几个朋友分享 那都有怎么样固定的推广收入 那再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革命性的就是市场收入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做投资理财那么多年啊 愿意放下 专心来投入杰斯这个生意 因为我看到 杰斯所提供的 是在传统行业 在几十年努力 你都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借力的一个平台啊 那市场收入这个很简单 今天你跟几个朋友分享 他们也跟他们的朋友分享 那他们在跟他们的朋友分享 就像微博 微信 或者是脸书 同样的道理 可是呢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们无限的串联 你不见得认识底面所有的朋友 可是因为杰斯的互联网的平台 还有优厚的奖金收入 你都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连接的当中呢 为自己创造无限的收入 那市场收入呢 也就是当你的生意拓展到 不同的时区 不管是陌生人 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 每当他们购买产品 他们加入这个生意的平台呢 你都有机会赚取市场收入 那在市场收入的部分呢 最多一个礼拜 可以赚取美金 两万六千两百五十块钱啊 那这就是潜力 无限最大的一个 漂亮的这个地方啊 因为在传统的行业 我想呢 我们永远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只能在现有的时间 跟所认识的朋友分享我们的生意 可是今天你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平台 你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可是靠着互联网的平台 靠着杰斯的奖金收入 能够让你怎么样 有限的资源 开展无限可能啊 那这个市场收入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那再来呢 就是管理收入 这个管理收入呢 不是要你真正的当这个这个主管去管理 其实这个管理收入真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就是当你愿意付出爱心 这个付出时间呢 来来照顾你推荐的这个网店的这个销售商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给你怎么样 在他们成功的时候呢 也拨一点红利 一点收入来给你 那我想呢 如果今天你推荐了我 今天不管你是兼职的 你是全职的 但是呢 你找到一个想要认真做生意的朋友 这时候每当我成功 努力制造出来市场收入的时候呢 你也有一份啊 所以呢 我想这就是另外一个无限可能的一个潜力 那再来呢 我们有分红收入 当你达到公司最高的几个等级的时候呢 钻石以上的等级呢 公司会把全世界的这个消费积分啊 cd呢 的3%拨出来 给这些达到钻石以上的这个啊 经销商来分享啊 我想这都是非常怎么样 对于每一个朋友 这个生意 你愿意把它当做全球企业来经营 赚取怎么样 赚取比股票上市老板的收入还多 在这里你可以实现 我们在过去几年 也有许多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努力 在这里达到他们人生真正的梦想啊 我想这就是千载难逢的这个一个机会 那我想呢 对于现在第一次在线上的朋友啊 我想呢 所有成功都是从一个决定开始 那我想呢 你赶快询问今天邀请你来看的这个 创业说明会的朋友们要怎么样开始 立即行动 抓住这个趋势 那只要想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这个欲望想成功 至于怎么开始 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我们会一步的一步的带你 我们有网上的创业说明会 我们也有网上的这个 培训学院 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 渴望的心呢 我想怎么去做 系统会带你一步一步的实现你人生的梦想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事业说明会呢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段落啊 那对于想要认真学习 啊如何经营生意的朋友呢 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哦 让大家喝血水上个厕所啊 那我想五分钟回来 今天呢我们特别的培训呢 是教大家怎么样利用问问题 就是那么简单问问题能够帮助你怎么样 步步为营帮助你在这个生意 能够做得更捷 更更迅速 那更大的拥有更大的成功 好吗 那想要学习的朋友们 我们五分钟回来 那对于第一次 这个来收听创业说明会的朋友们 抓住你的感动 这也许就是改变你一生的开始 拜拜我们五分钟见 好 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培训的现场哦 那很高兴现在在线上呢 啊还是有几百位的朋友来自全世界呢 啊有有这个共同学习的这个心哦 那我在这里呢很这个很高兴这个也祝福大家在 解释这个平台呢啊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呃培训的重点呢就是问对的问题能够让你步步为营哦 能够在这个平台呢赢到自己的真正想要得到的理想哦 那我想为什么要问对的问题而不是只有问问题而已哦 嗯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呢啊也许是这个就像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经营这个电子商务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哦 那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从这个啊开始这个招募跟朋友分享这个平台到接下来呢 这个带领团队哦 我想每一个步骤哦 我觉得其实往往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啊心思我们的目标定在怎么样定在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的话 而且你如果问对的问题我想呢不管你做任何一场的会议呢都可以是怎么样一场很棒的一个会议 所以问对的问题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 那其实所有的销售的过程其实不是单方的去怎么样单方的去push去强力推销 所有真正销售的过程做的对做的漂亮做的成功其实都是一个过的过问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你问对问题 而且呢你问对问题的这个角度时间 我想呢如果都能够扮演正确的这个角色的话呢 我想你整个销售的结果当然是怎么样也如你所愿了啊 那问问题呢其实也是最好的对话 我想常常很多朋友分享他说啊我我我加入结诗我非常的兴奋 我也要怎么样我也要赶快打电话 我要赶快约朋友出来来告诉他这个平台多棒多棒多棒 其实呢我们有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我们往往遇到了一个这个这个盲点 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自己出发 我们听到了我们很兴奋 我们认为这个平台可以提供给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忍不住怎么样想要告诉别人 所以往往呢在跟朋友分享的当中呢 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了推销员 我们把所有知道的感受都怎么样一股脑的扎在对方 可是往往对方会怎么样会躲我会往后退 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问他这是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你还没有问他他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 最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所以呢问问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我常常告诉朋友告诉伙伴们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介绍怎么样开口 其实最好就是怎么样问问题 问问题是最好的一个dialogue 是最好的一个对话 因为问问题代表怎么样 代表你在关心他 问问题代表是什么 直接是一个双方的角色 而不是只有单边的角色 如果你告诉别人 一昧的告诉别人 你知道的平台 你知道的机会 你的感触其实都是怎么样 都是你单方 但是这个声音我们常常听过 当你给别人别人想要的 你最后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可是往往呢我们常常以太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呢往往只在意别人一定要听我讲 别人一定要知道我的感受 忘了忽略真正停下来 去问别人要什么 那问对问题呢 有几个实际的利益 第一个利益 当然从问题当中呢 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资讯 怎么说呢 我们常常说 你要知道别人要什么 你才能给什么 那别人要什么的时候呢 你不能直接问他说哎你要什么 但是呢从一个很这个很平常心的对话当中 你问问题当中呢 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资讯 我常常说哦 其实做这个生意非常的容易 为什么你只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你平常跟朋友在做什么 在聊什么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在用在解释呢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平常跟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坐下来吃饭 我想你坐下来 不会马上怎么样一股脑的告诉别人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我想当你朋友跟 跟朋友一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聊聊什么 聊聊家里啊 聊聊近况啊 聊聊工作啊 聊聊孩子 我想平常 其实这个生意非常非常的简单 有时候往往是我们可能怎么样 自己想太多 把他想复杂了 所以呢变成讲话有点怎么样 有点好像结巴 或者有点心虚 因为我们总觉得怎么样 我们总觉得这个 太怎么样 太结果倒向哦 所以反而变成不自然 所以呢我非常鼓励这个 在线上的朋友们哦 其实这个生意哦你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做好 定位是什么 我们这个生意是什么 我们在帮助人 对不对 我们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如果朋友对健康上有问题 或者朋友对财务上 或者在创业方向呢 有需求的话呢 我们的平台是怎么样 事实上是帮助他的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 我们在运作方式 我们不是推销 我们不需要推销 你唯一会变成推销员 是因为你还没有 在得到别人的问题之前 你就推销你的东西 可是如果今天你在问了问题以后 你知道朋友真正需要什么 这时候你把平台 把你的感受 分享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是在解决问题 所以呢这个定位很重要哦 一点都不需要害怕 一点都不需要 觉得好像心虚哦 如果你的定位正确的话呢 其实这个生意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这个对话 就会帮助你带领到对的方向去哦 那另外呢 我们的定位呢 其实是我们在筛选 我们的生意伙伴 所以呢 从问问题当中呢 你也可以知道 这些朋友 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怎么样 生意伙伴的一些 一些啊 条件 如果今天我们要找一个 啊 生意伙伴 我想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合伙人 我们当然要找到勤劳 而不是找懒惰的 我们要找怎么样 积极向上的 正面的 而不是找负面的 整天都会在抱怨 所以当你该跟朋友对话当中 其实 除了对话 他答案的内容 是一个很好的reference 很好的资讯以外 其实你也可以抓住这个人的方向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对生活没有太大的期望 不想要改变 是不是这些人 只说 但是不见得会去做 所以呢 在对话当中也可以提供给你一些资讯 知道他是不是 你要找的合伙人 所以其实这个生意真的 你定位对了以话 你会做得很开心 因为是你在筛选朋友 你在做这个筛选的这个过程哦 所以呢 问对的问题 除了让我们知道 朋友到底要什么 得到我们要的资讯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化解抗拒 让对方 喜欢你 因为问问题的 出发点是什么 你想要了解他 你关心他 所以呢 跟这个单方面 去你一再讲讲讲讲讲 让别人有点抗拒 让别人有反感 其实问问题就可以怎么样 帮助你怎么样 站有怎么样 站在更高的一个定位 来跟朋友分享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是怎么样 不再是吹销产品 我们问对问题 我们事实上是什么 是帮朋友解决问题哦 那我想呢 在问问题当中呢 其实 其实跨出第一步哦 其实是最有挑战性的 如果你第一步 跨得出去的话呢 这个心结打开 而且呢做对的 事情的话呢 其实接下来的流程哦 其实都是怎么样 很自然的这样子来发生 来进行哦 那我想在 筛选的第一个阶段哦 首先 你在对话当中 你要利用问问题 能够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那我想举例很简单 如果今天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你今天呢 一来就跟我讲股票 或者讲一些 我没有兴趣的话题哦 我不是说家庭主妇不玩股票哦 不要误解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的重心是在小孩子的身上 那一点也不管外面的世界 那你跟我讲 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 其实我不会想要怎么样 继续跟你对话下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要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而且 我的朋友们 他说在这个跟朋友聊天的当中呢 可能朋友这个这个 这个举例来说 我朋友 他孩子呢 这个现在都都上大学了哦 那 在跟他聊天的当中呢 他可能会觉得 诶 其实 以前过去几年的重心是在孩子身上 可是现在孩子去念大学 好像我突然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 时间多出来了 诶 这就是缺口 或者是你跟上班族的朋友聊天 那他在聊天的当中呢 他就告诉你 他现在在工作上遇到的瓶颈 可能觉得好像公司不断的在裁员 或者是说做的不开心 其实在聊天的当中 你也知道他的缺口在哪里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抓住问问题的这个方向哦 那我想在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英文叫做form FORM 其实跟朋友平常聊什么 在这个生意的这个流程当中 也是聊一样的话题 我们可以聊聊家庭 家人最近怎么样了 孩子最近怎么样了 或者在工作上 工作上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 project新的事 在做 那我想呢 这个都是大家其实是非常自然 而且常常在跟朋友聊天的话题 那再来我们可以聊聊休闲娱乐 最近去哪里度假啊 有去哪里 那通常呢 如果在这个上班族的朋友 就是手头比较紧的朋友呢 可能他的回答是什么 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 哪有闲钱出去玩 哪有哪有这个这个时间呢 能够出去玩 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知道在聊他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的话题当中呢 找到他的缺口 那再来呢就是金钱上 我想很多朋友呢 现在在在不同的这个这个节庆上呢 像我们刚过完年可能这个这个手头上有点紧 或者孩子要上大学正丑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这个 啊 准备大学的教育基金 或者呢 他们想要 一直想要 啊 不再做 瓜牛族想要买房子 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开始 所以呢 从这几个方向 家庭 工作上 休闲娱乐 金钱上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大约知道他们生活过得怎么样 哦 那我想呢 当你找到缺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 哎 如果有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你 看那个缺口是什么 如果可以帮助你 赚到额外的收入 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怎么样 得到他感兴趣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问题哦 所以呢 当你 问了问题以后 找到缺口 你在问他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不是推销员 你朋友也不会认为 你在贩卖什么东西 因为他可以知道 你已经花一段时间 跟他对话 请听他的回答 你现在在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你朋友事实上 还会谢谢你 OK 那很朋友告诉我 那他如果觉得 他生活上没有什么缺口 或者他不认为他有什么缺口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我们就不用继续对话下去了 你不需要再怎么样 强力置入性的行销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们要找的谁 我们要找 生活想要改变的人 我们想要 找什么样 想要 更上进 更上一层楼的朋友 有些朋友他对现在的生活很安逸的话 其实没什么需要 如果他对现在生活很安逸 他又不注重健康的话 其实老实说 不需要去说服他 准备怎么样 准备怎么样 筛选下一个朋友 所以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 其实在筛选的过程 一定有人怎么样 有人对你的这个 想要分享的感兴趣 如果你问对问题的话 也有在回答朋友 回答你的问题之后 事实上 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忙 他不需要产品 他不注重健康 或者他也觉得他 过得很好 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更 更上进 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那你怎么办 如果他都不在意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 比他更在意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要 提醒朋友 我觉得大家都很热心哦 可是有时候呢 其实 每一个人哦 他对他的生命都要负责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不在意的话呢 我想 大家也不要强求一定要怎么样 开开心心的怎么样 到下一个 去筛选下一个朋友哦 那我想呢 今天我想用这个金宝盒呢 再跟大家 做一个举例哦 为什么问对问题 太重要了 我想 这个今天呢 这个我们 US全球创付系统 推出的这个金宝盒哦 那就是帮大家怎么样 帮大家在 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知道怎么讲话 不知道怎么样 引导的朋友怎么样 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能够让你快速的去 筛选朋友哦 那我今天 这个在过去呢 那我想大家都听到很多的见证哦 不管在不同的国家 使用金宝盒的朋友 而且是正确使用金宝盒的朋友 他们都达到很好的效果 签单率 还有在这个在筛选的时间 都大大的缩减哦 所以大家使用对的朋友都很开心 那最近呢 我也也问到 一些朋友 他们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瓶颈 那我就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用金宝盒来帮助你们 那他们说有啊 可是效果不是很好 好 那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他 你怎么去使用 答案 他们问错问题 答案 他们不知道在对的时间 问对的问题 所以金宝盒没有办法 帮你怎么样发挥作用 所以我在这里做 用金宝盒来做举例哦 首先 金宝盒第一个动作成功的密码 就是帮你怎么样 wake eyes 帮助你不知道怎么样 开口 切入话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问朋友一个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 要不要继续去怎么样 继续的去引导他 那我在问多这些金宝盒呢 错误的 请别人看这一张碟子 错误的问题 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你看看 你是不是属于错误问题的其中一员 还是你属于正确使用的一员哦 我们有没有问过 哎 你要不要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 哎 有一个全球的生意 产品很好 你看影片就知道了 或者哎 有一个影片 你要不要看 你一定要看 如果你觉得 这样子去要求别人看成功的密码 你当然 你没有办法把真正金宝盒的作用发挥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我们回想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我们要怎么样 要问别人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要怎么样 问一些问题是怎么样 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让金宝盒帮助你发挥你的这个 筛选的过程能够更快速的去 从这个open到close到签单呢 你要问对的问题 那什么是对的问题 你应该这样子问 告诉你的朋友 有一个平台 也许可以让你改变一生 你愿不愿意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 短短几个字 差别是差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平台 也许可以改变一生 我想任何朋友听到这句话 他不会去反驳你 因为你没有说这个平台一定会改变你 我们没有这样讲 我们说有一个平台 也许可以改变一生 那这个改变一生 在这个四个字其实是力道很强的哦 谁不想改变一生 谁不想过更好 所以呢 当你把这个前提定位问题搬出来 接下来 你告诉他 你愿不愿意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 你把怎么样 你把怎么样 解决问题的答案都呈现在眼前 他没有办法拒绝 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子问问题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朋友 都会跟你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 为什么 因为他想改变一生 因为他不反对 这也许可以帮到他 因为他知道六分钟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六分钟的影片 跟改变一生 这里面有很大的距离 可是他可以在六分钟时间内就可以怎么样 知道断定这是不是他要的这个平台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金宝盒的问题呢 在这里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做生意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问题 都可以影响很深 那我最近也跟另外一个朋友 在知道他怎么样 错误的使用金宝盒 就是没有把对的问题问出来以后呢 我说OK 那接下来要看金宝盒第一个影片的朋友们 你要给他看第二张展示你事业的影片 你怎么说 那他的回答非常的可爱 他说 我就跟他说 我放这个影片给你看啊 我说难道你没有推从影片里面的人 难道你没有告诉他 我让成功的人士来跟你分享 他说完全没有 我说这样子的话呢 第二个DVD10分钟展示你的事业的影片 很难去为你做工作 因为第一 你没有去推从影片里面的成功人士 但是也许你知道影片的人是谁 可是你朋友不知道 他很容易就直接下段语 他是谁 我为什么要去听他 所以呢 我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呢 其实问问的问题呢 真的很重要 那我想呢今天 这个用这个很短的时间呢 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就是 其实问问题 我们把这一个领域去学好 那我觉得呢 这个问问题这个方向呢 会让你怎么样 让你一步一步往前 迈向成功 我想尤其现在在团队 有很多是领袖的朋友们 其实当你跟你的会员呢 在做one on one 在去了解他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原则 我们不要犯下错误 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愚昧的去怎么样 去告诉他怎么做 在你提供解决方案之前 问问题 问问他怎么样做 他为什么会遇到瓶颈 所以那其实问问题 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 很好你的事业的这个指标 那我想呢 其实这个生意 你只要怎么样 多去 我常常说这个生意 就像打棒球在挥棒 其实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不断的去挥棒 所以当你不断的挥棒 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跟不同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知道你会越怎么样 越做越好 而且呢 你因为参与很多的这个会议 很多的分享 你可以在这当中怎么样 学习把错误的地方挪开 所以呢我想每一个朋友 我非常鼓励大家学习 但是学习最后呢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踏出第一步 好好的勇敢的出去跟朋友分享 因为这个生意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开口的生意 你只要愿意开口 而且记得这个开口是不是求人的开口 不是推销的开口 这个开口纯粹是在很自然的环节之下 问对的朋友 问问问对的问题 关心朋友了解他的情况 然后怎么样提供解决的方案 那之后呢 你做了你该做的动作 你朋友最后的决定 其实不是你所控制的 他要跟不要 其实已经怎么样 已经不是你所控制的 但是你做了怎么样 你该做的动作 但是有一个原则叫做数字原则 当你分享跟够多的朋友分享 当你不断的怎么样去问问题 对不同的人问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我相信 就算你没有五个人成功一个 你也会十个人成功一个 所以呢我想这个关键呢 还是在于怎么样 有正确的心态 然后怎么样去实际的 把学习上的知识去运用出来 那这个生意是其实是边做边学边赚钱 所以呢这个跟传统的行业不一样 好像要像我以前做投资理财 可能在得到这个执照之前呢 要要读很多的书 要考很多的事 才能怎么样 才能去真正运作这个生意 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生意 因为有系统的带领 所以呢还有你的团队的带领 绝对是边做边学 在学的当中怎么样 来我们不断的修正自己 然后呢最后把这个成功的法则怎么样 复制下去去带领你的团队 好吗 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这个 几分钟的培训呢 我们就到今天呢结束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US全球创富系统展开了这个 网上的这个培训的学院 这个training的一个academy 那我想呢上个礼拜有一个很多的 很震撼的这个回响 那我们这接下来呢明天 亚洲时间是星期天的这个下午一点 那美国是星期六的晚上十点 那我们的这个培训的这个第二个课程呢 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去说你的故事 怎么样去包装你的故事 让你能够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怎么样 跟朋友分享 为什么 因为朋友不喜欢推销员 可是朋友很喜欢听你讲故事 但是呢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能够正确的分享你的故事 所以明天呢这是我们培训的重点 欢迎大家在这个明天呢 能够在线上参加这个培训的学院 让自己怎么样 不管你在哪里就可以随时随地 跟系统这个连结上 那全世界怎么样 我们能够一致的学习 一致的成功 OK那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想要学习的朋友 我们就网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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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